接下來這一顆呢 我也是很少人在講的 就是旋風小子的磁力金字塔 木瓜磁力金字塔 等一下盒子就很好看了其實 有維持他原本那種旋風小子那種風格 但是又有金字塔特殊的設計這樣子 這什麼 蕭林 他派什麼意思啊 蕭林普派 我這樣子翻譯沒有錯吧 蕭林 不對喔 這個字不是怕怕 知道的話留言一下告訴我這什麼意思好了 72克 他的藍色好特別喔 還有色差 色差 他藍色好特別喔 是水藍色的耶 他現在沒看到有用這樣子的顏色耶 不錯耶 這個算強齒耶 可是 超級 超級 超級光滑的耶 奇怪 木瓜的塑料有這麼光滑的嗎 他這邊也沒有做任何的什麼防黏什麼都沒有 就是就是一片平 可是好滑喔 哇賽好滑好軟啊 真的還蠻像溜溜球的那種塑膠玩具的感覺 就是亮面很亮面拋光面 然後硬硬的脆脆的那樣子的塑膠 我覺得有木瓜這樣廠商在 其實也給這個 這個市場 這個圈子 就是一直維持著一個特殊的存在這樣 而且那個 木瓜之前那個斜轉也是非常受好評 這個還真的是很妙齁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容錯也大齁 容錯很大 這樣可以看到嗎 他的磁力這麼強耶 這樣過來 這樣過來 他都已經過來 這邊還是緊緊的錫子 有沒有 不過其實是代表他的新變靈很大耶 所以他不是一顆非常穩定的方塊 推測啦 好不好 對不對 其實每兩下就是這樣 完全就是靠磁鐵去吸住 因為他真的太鬆了 不過吸住的很強 磁力很強 所以不垮 只是你轉快點可能 形變太大 會卡到你 所以不定 不過他轉起來的聲音也是很特別 好 會卡到你 這顆 很有趣耶 很有趣